因为火龙果 它的这个说花青素 它就刚刚讲有植物蛋白 它那个植物蛋白可以 甲果的那个 有力重金属的排出 所以对我们身体 也是很不错的 尤其它的籽啊 也有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 还有维生素E 但是问题 那个籽我们很难去吸收了 所以待会我要教你怎么吸收 它的公子最爱吃的奶昔 我就是把红色的火龙果 刚不是说那个籽咬不够久 对不对 所以营养都没有吸收 所以我就用打的 然后呢再加上香蕉 就然后这样一打起来 就有奶昔 那我如果再加上优酪乳 那它的营养就更丰富 因为它又有钙 对不对 对 我们先把这个放下去 然后香蕉 你看知道一个奶昔也非常容易 我们最好用那个无糖的 原味的香蕉 好 这颜色你看 想要 不想要喝它 都会觉得很难抗拒 这样很容易让孩子 就吃进比较多量的蔬菜水果